新北市政府文化局与教育局共同主办 2023新北表演场馆剧场开箱 日前双溪高中士生到树林艺文中心演艺厅 一同揭开剧场的前后台秘新 由依那郎演出节气果物与夏之章 以西瓜芒果为主角 用全新视角呈现农田里孕育果实所经历的事件 并使用光影细有表现形式 营造缤纷的视觉 我们今天来艺文中心看戏 那个剧情内容精彩又有趣 然后推那个车蛮好玩的 负责的是音乐部分 音乐部分里面的雨声筒 雨声筒就是把一个管子里面 然后放米和鼓舞在一个筒子里面 然后你如果一次 如果慢慢到的话就是小雨的声音 如果你突然一整个往下到的话 就会是下大雨的声音 今天体验觉得很很新奇 因为之前有做过 难得可以再体验一次 引导观众进入故事情境 传达自然保护与生命教育等观念 跟结束后 演员们教导学生使用投影机塑造场景 并邀请学生亲自走上场馆三楼高的张力锁钢棚 学生们努力克服高度恐惧 完成体验感十足的灯光调控任务 让学生五不六下深刻印象 第一来我要谢谢感谢我们教育局跟文化局 非常费心安排这样的活动 让我们有机会出访 那我想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 我觉得除了我们自然的SDGs的概念之外 融入戏剧 那对我们的学生来说 我觉得在旁边观众 我也觉得他们未来在适性选择上 因为整个舞台剧的演出过程 灯光音响舞台等等 那甚至我们到后来做很完整的 整个展场的介绍 那我觉得对孩子们来说 未来在他们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双系高中校方表示 感谢师傅教育局与文化局用心安排 今日与学生一同踏进剧场 体验表演艺术的独特魅力 揭秘艺术场馆空间 跟着工作人员穿梭前幕后 成为一日剧场人 介绍为双系采访报道